这里是2017年4月 东大阪校区全新开放的学术剧院 ACADEMIC SCHADA 作为打破文科和理科的界限 以及解决社会问题发展的中心 同时它也是竞技大学应用科学的信息汇集地 那就让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这里是馆内的CNN咖啡馆 也是CNN在日本大学设立的第一个咖啡馆 可以在轻松休闲的咖啡馆中 一边收听全球的新闻喔 这里是24小时的自习室 一楼的自习室更是女性张用的喔 而且只要使用智慧型手机 就可以轻松预约座位喔 竞技大学着手各方面的研究 所以研究设备都非常的齐全 在竞技大学不仅可以学习日文 还可以学习英文喔 在eCube的英语村 可以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 用英文进行交流 而且还会不定时许办 享受万圣节圣诞节等等各种活动喔 那餐饭看得很美味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竞技大学的体育项目也都非常的有名喔 而且许多运动社团都带着个人工球场 进行练习 这边是竞技大学前商店街 这边的店家和美食就好比台湾的夜市 午餐时段会有很多学生聚集在这边享用美食 从竞技大学到蓝天大厦 以及Half-by摩天伦所在的梅田 只需要花30分钟就可以到了 而且在这里的餐厅 还可以品尝到竞技大学所养殖的鱼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现在竞技大学正在实施大规模的校区整修计划 到时候运得更加完善的竞技大学 欢迎大家的到来 等你喔